OK我有很多同事后来因为工作没办法 后来去年前就被没收了 至今还 至今还很恨恨不平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自己的观察 我不晓得收发到目前为止对不对 我这一年多来回到学界之后 我的观察是 绝对要相信你自己 业界永远跑在学界的前面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业界有 有业绩的压力 你有营运的压力 你有创新的压力 跟你有市场的压力 所以你一定会想进各种不同的方式 往前跑去做很多的尝试 那你说这样说 学界难道就义无贡献吗 也不会 学界有时候其实是提供你一些观念的思考 那我接下来要谈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就想用最后用这样的话 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我前一阵子应该说我最近还在看一本书 我很推荐大家看 倒不是我跟这个书商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认识他 只是因为我刚好看到这本书之后 我觉得这本书写的还蛮有一些启发性 这本书是猫头鹰出版社出的叫数位迈克鲁汉 迈克鲁汉在传播界来讲一直把它誉为媒体先知 他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过那个冷媒体热媒体 如果你是新闻系或者是传播科系的话 也许你都听过这个名词 什么冷热媒体等等 那么他在去世之前的前几年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做 媒体四大律 这个媒体四大律在数位迈克鲁汉这本书里面 有对网纪网络时代来临之后 整个媒体进入到数位化的时代之后 怎么去看待未来的趋势 他做过他的一些分析跟观察 那些分析跟观察可能不太能够提供你一些know how 但是他也许提供的是你一些比较前瞻性的观念跟看法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 麦克鲁汉提到一个观念 他说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放大淘汰 从始转换的关系 这种关系呢 其实不太能够以多来形容 而是一种混合跟演化的关系 这句话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看看媒体发展的历程 你可以看到早期我们是印刷术 印刷术后来之后是收音机 在收音机那个时代的时候 印刷术开始没落 他其实是 如果我们说印刷术是我们视觉的感官的时候 收音机其实在放大我们的听觉感官 那么所谓的重拾呢是重新去找回原来的感官 如果我们从收音机讲的话 就是找回我们视觉的那个感官 媒体的发展是会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你看收音机完了之后就是电视 电视呢其实是找回了印刷术的视觉的感官 可是呢 他不是只是找回而已 他是怎么样 他是从实之后在转化 所以我们的视觉不再只是看而已 他甚至是让你看的是什么 是影像的刺激 还有听觉的刺激 他在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从电视开始我们进到了一个数位的时代 数位的时代在数位的时代里面 人类的感官又在经历了另外一次的转换 那个转换 如果我们拿网路来想象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在网路上面是非常忙碌的 但是你似乎又非常习惯那样的忙碌 你可以很忙碌的跳来跳去 你的视觉可以很忙碌的跳跃 你可以听任何的影音 你可以有任何的视线搜寻任何的文字等等 那样的东西呢 其实在麦克鲁汉在当年 他要讲的是一个每个媒体的发展 其实他用了一个比喻 我最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看未来 我们是倒退的走 走向未来 我们不是往前走向未来 是倒退的走 我今天还一直在想说 那个倒退走 他用一个开车的后视镜的观念在看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看着 我们现在的媒体的发展 在看未来 然后这样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坏处呢 当我们倒退的走 是我们看着现在的媒体 然后去预测未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永远被我们自己局限了 我们不太知道未来会是什么 但是那个好处是 我们大概也知道我们现有的媒体有什么缺失 所以他要强调的是说 其实人是媒体的发明者 但是人也是媒体的淘汰者 那我这一年多来 因为离开电视界之后 我后来在帮天下杂志 在做一些网络的规划 那我们就跟天下杂志的一些同仁 开始在进行就是说 那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所谓的 在网络上面的数位的新媒体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思考 我就发现这样的一个思考 不只是一个idea的思考 而是牵引法动全身 整个一个杂志工作者的工作形态 他可能都要被调整 被改变 他才有可能在所谓的新媒体里面 去做一些改变 如果这两者之间 它是彼此是分离的 也就是说网络做网络的影音 那么杂志做杂志的出版的时候 那个东西他就没有办法去 去达到一个整合的作用 那像我刚举Cheers那样的例子 他从开始去企划一个单元的时候 他先想的概念就不是一个 只是为了杂志而杂志的一个概念 他开始去想的时候是一个 在我这个topic底下 我要用多少样的形式 或者是说我可以呈现多少多样的形式 我使用多少的媒材等等 那他的作业方式就会完全不同 因此从电视的思考再到文字媒体的思考 我其实觉得大家都在找一个数位时代 各位谈的是影音 我谈的是数位时代 所谓的新闻 所谓的资讯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个人的感觉是 所谓的文字跟所谓的影像的界线 会越来越模糊 我们传统习惯称我们自己是电子媒体 那我们称报社的同业叫做平面媒体 也许在未来不久的将来 这些东西都要界线都会被打破 所谓的数位它已经不再只是所谓的平面 或者是所谓的影音而已 它可能就是一个混合体 那样的混合体会是什么 还有那样的混合体 它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存在或呈现 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人 就是一般的乐听人 或者是说一般的大众 一般的user 他可以接受到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东西才会成为popular 我很遗憾的必须要说 so far到目前为止 这里面可能都还是一个问号 因为台湾在这一块里面 其实大家都还在尝试 也还在是所谓的现在进行式 所以谁可以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 或者是崭新的一个形式 那个形式又被市场上接受了 那就恭喜他 他也许就可以成为数位影音的先驱等等 或者是说数位新闻影音的先驱 可以在市场上有非常好的发展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讲到这里 其实我不知道听这堂课对你们来讲值不值得 因为我好像一直在丢问题我也没有答案 那很抱歉的是 我也不相信在新闻界工作的这些同业们 so far到目前为止他们有什么答案 在新闻同业里面也许大家的思考都是说 我们现在往这个无怠化走 我们现在所有东西都在线上作业 但是线上作业只是其一而已 那个真正对于所谓的影音的content本身来讲 那个都是很周边的 真正的content本身会是什么 其实才是一个真的需要思考 甚至有一些美国的电视台 他们开始在尝试的是用一人一鸡的方式 在做新闻了 我们传统上比如说在中视好了 我们只有地方记者才会是单机作业 因为我们还是习惯传统的训练是 文字做文字的事情 你要花很多时间写稿 采访你要专注在你的采访 那摄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拍到在一个新闻的现场拍到好画面 可是在美国有一些 我知道纽约有一个电视台叫第一台 他们已经尝试在用一个人 一击这样的方式去采访做新闻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会不会在数位的时代 连做新闻的模式都完全被打破了 那我们采访新闻的方式 可能也就不再只是处个麦克风 或者是拍到画面为满足 那这一波的改变会怎么样 现在没有人能够预期 那所以呢 各位上完这个课呢 给大家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 你们可以开始去想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个 网络影音时代 数位影音时代的新闻先驱 那如果有一天各位真的成为新闻先驱的时候 就苟富贵莫相忘 我讲到这里其实还有20分钟的时间 我想留一点时间 也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些问题 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没有 通常大概都没有 我自己是比较担心一个趋势 我不知道这个趋势会不会发生 因为台湾的电视界在做数位这一块 慢慢大家都在想互动电视 很多很多的人都一直在想互动电视 但大家对互动电视的想象 其实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湾的媒体竞争太激烈了 大家都想钱想风了 所以每个人在想互动电视的时候 都会把购物这一块放到里面 所以我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担心是说 将来的新闻会不会就变成商业的另外一种代名词 或者是前哨站 就是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推销东西而已 我不知道各位有些在媒体新闻部工作 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疑虑 我现在就是每次有一些场合跟一些同业在谈 特别大家在讲到互动电视这一块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说 你看那个购物的商机有多少啊 如果你下次采访一个新闻 比如说我刚刚举那个小成本养生小精灵 我就可以点进去你看 让你知道那个怎么买啊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我开始会有点忧虑说 如果我们把那个互动的这个部分 把它变成一种商业机制 或者是觉得说商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的时候 我就会担心这样子之下的那样的新闻的面貌 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个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不知道 就像各位现在在看 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在看有线电视台的新闻 会不会有很多的疑虑 比如说我在新闻部已经待太久了 那我自己在做新闻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负责的部门常常需要 需要跟外界联系 也做一些专案 我现在只要看到有线电视台的哪一些新闻 我都可以分辨的出来说 这个是拿钱的 这个是 这个大概是自己做的 这个呢一定是 某某什么什么什么都好的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可能你们不会有那么深刻的感觉 因为我一天到 看电视 那不是为了教书的关系 而是积息难改 我至今已经离开新闻界 我不需要一天24小时开手机 我至今还是恶习难改 每次手机还是就会开在那个地方 自如性行销这几年在新闻界非常盛行 那盛行到其实虽然新闻局已经一直说 我们没有在做了 我们已经禁止没有在做等等 但是事实上 在有线电视台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那你甚至也许可以看到一波一波 只要各个地方县市政府在做很多的活动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各个不同的新闻台 在做这种专案的包装 我相信各位在座有一些同业 大概都很清楚 那每一台的价钱行情都不太一样 那么也许你就会看到说 奇怪这个地方县市的活动有那么重要吗 干嘛一天一天播完了第二天第三天连续播 播好几天等等之类的 那么自如性行销从中央部会到地方政府 现在到商业 什么剑湖山啊月梅啊什么屏东海生馆 你几乎每年的夏天 你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这些东西其实已经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把整个台湾的新闻的 所谓的我们传统上认为说新闻 他应该具有一些权威啊等等 那样的一个概念跟印象形象也好 逐渐在打折扣 那我不知道一般的观众的感觉怎么样 但是至少我自己因为会分辨 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不可信 那个可能怎么样 为什么他要去访问这个人 那一定是因为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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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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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个实质的媒体在自如性行销在台湾也不过2002年到现在 不到三年的时间 其实你会发现说那个对新闻的冲击一直在存在 好在数位的这一波里面 如果我们一直把所谓的互动电视定位在 如果是在商业的新闻的领域里面定位在说 他可以创造很多购物的商机的话 那会是对于传统新闻价值里面另外一个更大的扭曲 那一个新的媒体会把所谓的新闻的核心价值做什么样的扭曲 那就还是看用的人会怎么样去用它 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这些同业 大家都是在新闻这个领域的同业 可能就可以铺开卷一卷回家吃自己了 哈哈哈哈 好那个这不想会不会是学新闻的悲哀 那个台湾的一个现象到这样子 不过我们还是要很乐观 我至少觉得说应该还不至于啦 只是这样的事情必须要被提出来去讨论它 一样 OK 不晓得有没有人还有问题要问我 没有 太好了 请说 你刚才在讲像拍纪录片的成真是需要称赏 对 实际上就在目前商业化在的前景之下 几乎没有空间可以做出来的 嗯 几乎没有 嗯 几乎没有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说 事实上 这种纪录片下来会越来越好 或者说这种 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 深度报导现在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中视也把新闻杂志停掉了 以前 以前最早 最早 无线电视台都还维持一些传统做新闻杂志 就是一个钟头的新闻杂志 现在只剩下明示一眼堂 明示还有 其他的华视新闻杂志 我不知道停了没有 但是已经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新闻杂志了 好 我们所那个华视新闻杂志 其实已经被严重的置入了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华视的同业 好 嗯 那么 那个东西已经完全 呃 不是商业化就是已经是是是 政治化了 那台视就很早就已经把新闻杂志停掉 中视是在3月1号开始把新闻探索 就是90分钟后来他们改叫新闻探索也停掉了 所以现在 现在唯一的 硕果仅存的叫做 明示一眼堂 不知道他可以撑多久 希望他撑久一点 好 所以现在慢慢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学界的人要去提倡公媒体 那个原因好 那个原因不外乎是希望台湾还有开辟另外一个市场 那个市场是可以有一些比较优质的新闻的空间存在 好 否则的话 嗯 台湾如果还是沦为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情况之下 那么凡事都要看收视率去决定 决定新闻怎么去编播的话 那真的是上一媒体里面就不会再有新闻杂志的存在 嘿 那 我很期待这样的现象不要发生 所以 所以明示一眼堂还是 要继续得奖要继续存在 不得奖好像也没什么用 新闻探索得了很多奖到最后要挺还是挺了 华世新闻杂志也是一样 那反而是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公共电视他 他还维持了某种精神在那个地方 只是很遗憾的是公共电视看的人毕竟是少数 所以 所以还是要 不知道怎么说 我常觉得这是我们 我们这些不能不能想说比较资深的新闻人一个 心里面很大的痛跟遗憾 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是需要需要去酝酿 需要去花长时间去关怀 尤其台湾台湾现在的现状 可是没有一个老板愿意去投入 我其实做了做了几部纪录片到后来 到后来其实也是很勉强的完成 那集火山这部纪录片后来是没办法就去跟文件会申请的补助 因为文件会他他他他有个好处是 他不会去干预你的内容 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一个业务项目是 给一些独立制片人去申请制作的补助 所以后来我在做完集火车站之后的一年半之内 我又做了另外一步 其实那个是同步进行了 因为我每次去集集的时候 我会绕到南头的渔池去 因为这两个地方不会太远 那我在一年半之后就完成了第二部纪录片 那是拍了大概五年 叫南头的渔池旁边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村落 叫色水 色水是现在以红茶很有名 那早期呢 他们是一个很传统很传统的村落 后来九亿地震一倒了之后呢 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之后 他在重建的过程当中 你就要发展产业 现在在农村里面没有产业你就活不下去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发现说 原来台湾其实在日剧时代 日月潭的那个地形是非常适合产红茶 所以日本人在日剧时代的时候就引进了阿萨姆红茶的种在那个地方 只是台湾人后来不太喝红茶 所以那个茶茶园全部都荒废了 就就交给那种那种茶工厂去机器采一采啊 随便弄一弄啊 就卖那种很劣质的茶 那九亿地震之后 因为有一些学者开始进去做一些考察 所以就帮助他们去做了一些 红茶的复耕 那么鼓励他们种一些比较高品质的红茶 所以现在在日月潭那一带 就与迟其实九二一地震之后的红茶发展的非常好 那我在那个地方待了四五年 就看着他们去重建那部纪录片在九二一的第五年完成了 那部纪录片也是集集都拍不下去了 这部当然一定也拍不下去了 后来很勉强的拍下去之后 我其实是因为先做了集集火山那个纪录片之后 外界的就是反应还不错 甚至这部纪录片后来拿到日本去播 被一个建筑师拿到日本去去播 那也因为这样的credit 我后来又生又又第二年 我又跟文件会申请了一笔钱 就是补助 补助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条件 就是就是中市要要给他们五百片的DVD 就这样子而已 什么都没有 那他们也不会要你干嘛干嘛什么都没有 OK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后来又申请了好像是五十五万 就把后续的东西给完成了 所以那是非常艰苦的过程 台湾拍纪录片的人都差不多会死 对尤其在新闻的部门里面 我们处理的都是都是很快速的东西 要去拍一个这么长远的东西的时候 他的确是不太容易 我最近也找不到说 我们到了数位的时代里面 这些纪录片还有什么更多的价值在哪里 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想出来 那如果各位想到的话就告诉我 那我最近在进行的是三峡老街的修复记录 虽然我已经离开中市了 就是但是因为有一些文化界的朋友 就会找到我知道我对于纪录片还蛮有兴趣的 我现在就带了一个一个team在做三峡老街的记录 那也不太知道说这个纪录片拍完之后 跟数位会有什么关系 希望希望我总是觉得说一向投资里面 他应该要多功能的去使用他 他才有他的价值 否则的话他的影响性大概不太容易出来 尤其在媒体这么分众的时代里面 每一个频道其实都是一个水滴而已 你很难像以前在老三台或者是两大报独霸的那样的时代里面 你所有的报道都可以百分之百被这么多人看见 现在的时代里面不是 现在的时代里面每个媒体他的 他的share的量就是这么小就是这么有限 所以就算你播了这样的东西 我想公共电视很多同业他们做纪录片的心情应该是这样 像蒋送美灵药不是因为他们拍完刚好 蒋夫人就过世了 他不会有这么好的那个 这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你说这件事情要不要做 我觉得不管我从文化人的角度来说也好 从新闻人的角度来说也好 我都觉得我们应该还要维持一点古典新闻学理论的那样的使命感 觉得应该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一点点东西吧 那些东西如果再不留的话 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很浅根的社会 那不太知道自己的未来也不会 不太知道自己的过去也不太会去care自己的未来 那尤其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什么都搞不清楚了 好像也不太care搞清楚这些事情 只晓得只注意杨成林今天穿什么衣服 SHE是不是有男朋友了等等之类的 那我觉得我当然是一个比较傻的人 我总觉得说我们从那个时光隧道里面走出来的人 也许我们脱离不了曾经对新闻的一些理想跟理念 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即便有一天人家觉得新闻跟资讯已经开始模糊了 新闻跟消费好像也开始模糊了 像现在看置物性行销 新闻跟商业好像也界限越来越不清楚了 但是你总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也相信说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社会才不会向下沉沦吗 讲太多了好像越讲越沉重 不过我真的很期待华市 华市公共化之后能不能够在新闻这一块能够有不同的表现 因为现在是公司跟华市的新闻要整合 那整合之后能不能做一些区隔 因为当两个公共媒体他能够把这个市场的 市场的rating的share可以扩大的时候 他多多少少有一些作用吧 因为我相信其实这个社会上对于现阶段 这种恶性竞争新闻不满的人还是很多 只是这些人一直没有被看见 或者是说没有被 没有被在那个收视率的那个数值上面呈现 但是我相信还是非常的多 所以当有一些人愿意进来 有一些频道愿意进来去做更好的新闻的时候 也许这些东西就会 总是会带起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也许我们就不要再一直 也许下一个李双泉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去骚扰他 让他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到最后又回过头来 你们媒体 我回学校念书一年半来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次在课堂上听老师一讲说 你们媒体 我就开始在看 是是是我们媒体 这实在是蛮糟糕的一件事情 OK 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你们有多少是在线上跑新闻的 有没有 有一位 然后两位三位四位 奇怪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你们有去思考到说 数位影音这样的东西 到底对新闻的彩编波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除了技术上的突破之外 这个问题我两年前就被询问过 我至今还没有答案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有一些更不一样的答案 也许我应该问制播对不对 因为大家后来都会对于制播 有更多的期许 哎好棒我听到那个铃声响了 我相信各位一定跟我一样 觉得很棒 谢谢大家今天花三个小时 听我在这边说一大堆问号的事情 希望各位能够从里面 也许得到一些想法 然后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提供给大家know how 因为这也是我的局限 虽然我也在十五届出生 可是十五届永远是跑在大家的前面 跑在理论的前面要去try know how 我还没有想出来 如果我有一天想出来的时候 我会告诉大家 谢谢 这也还没有 真的是吗 谢谢大家 我们不介意 吃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食物啊 食物的部分 你要有那个环境 是不是在平常这边演练 事实上食物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 经常是到节骨眼的时候 才能够呈现 差异 差异 差异化 同样在一个竞争条件之下 才会有差异性 你没有竞争条件之下 那么演练的东西 都是不够那个新闻的sense 那很多东西就是 你碰到重要事情 碰到紧急要处理的事情 碰到立即要做反应的事情 很简单 你那天发生地震啊 那马上面对地震 马上要做什么样的哪些措施 你对一个新闻处理要怎么作业 OK 这都是你应变 那才叫做新闻嘛 你没有应变 那不叫新闻 那是演戏嘛 那新闻的过程里面就是说 你平常要有那些 学习的机会 那拿过去的范例 国外的也好 那本国也好 那拿来当参考 然后再应用自己的涂花 涂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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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利尔 那新闻的应变你就OK 那那可是 电视的作业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的设备跟工具 你要有 比如说 明明电视墙就少一个 少一个 少一个 少一个画面进来啊 你怎么看得到 对 明明就说我要用的工具 桌上平台要有啊 对不对 那看到了之后 你要有人把你收录下来啊 那收录下来之后 你怎么再加上 其他思考 再来 把它mix进来 所以新闻的作业本身 是包括就是 你每天去上班 你每天几乎多 要先准备好才去上班 你不能带一个空壳子到公司去上班啊 那一作为一落定下来之后 刚好发生重大事情 你今天根本没得反应啊 所以为什么 新闻人员一大早起来 要赶快夜报 要看网路啊 就是你要固定的一些参考的 reference 参考的website 参考的一些国外的信息 你上班之前或早上起来 第一个先把头条什么东西先看 包括昨天股市哪里有没有大跌 股市有大跌一定有问题的 所以 一定有特别反应才有股市的问题嘛 所以每天早上看看 各家的各地方各地区的股市 各地区市有没有什么变化 哪里有什么重大质型 密完之后你再进办公室 会比较安全 否则一进去的话 对 所以新闻的部分是 应该是要有一些 基本上的素颜 那再加上一些采访经验 或是过去的处理事情的经验 那有很多事情会做得比别人的从容 或是资料上会比较齐钱 包括调资料 过去的资料 你都会有你的经验准则去调哪些资料 那这个部分当然你的 你调到好资料的话 你所呈现的内容就跟人家 就会不一样的结果 各位针对上一次 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我也是导师 虽然是奇数的导师 不是偶数的导师 不过都可以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 大家来互相讨论 报告你规定什么得失 看你的创意吧 我认为 就是说一档东西就是你的创意 那你的创意是产生什么质量 那我也是很希望就是说 你们利用这种机会 也可以把它小事变大事 我们讲说拿得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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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令件就可以很多要求一切什么有的没有的对不对 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小事变大事的时候 你做出来就会比较有味道 那你假如说维持一些什么学生作品啊什么这东西 事实上都差了一截 那个那个感觉不一样 OK 比如说你们现在事实上是要你们做一些东西 你把他当大师 一出去说 哇这是哪一个电视台的 说要采访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有一些机关 要被你采访之后 他马上心态就不一样了 你跟他讲说我是来实习的 我在拍什么东西 我跟你讲 那个就不一样嘛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做出来的那个 口味就不一样嘛 所以就是把小事当大事 那把 把一件 一件学习的作品 当做你的研究所的报告 对啊 那你再好 然后你做出来 你不会说 我做一档事情做得好像 好像不大不小 做得自己一点成羞感都没有 你就找一个主题 真的你也很想做的主题 自己好好去 小事当大事 我经常是这样子在操兵的啊 啊 OK 还有没有什么 哎 那不是问题啦 就是有一个状况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难 就是 在聊天之中有一个状况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实作的课程 是横向的一个 结合本组 是各学程 那 变成如果我们新闻学程这个部分 我们每次就是某一个程度 就是上课 丁老师讲到老师讲得精彩 可是像学生如果比较笨 像我这样子 没有进入状况的话 变成是我们可能在新闻这边 可能是没有某一个程度 没有实作到 或者是说有一些的东西 就是感觉像整个中心会变成是横向的一个组合 但是我们重向的一个自己新闻学程里面 最后呈现出来的当然会有个人的一个情绪的报告 我是认为是这样子 也许你前面比较悟嘛 物理看话没关系 你们自己协调好玩之后 你也可以跟我讨论的没关系 我不是讲说我名片都给你们吗 你任何事情你也可以没有给我啊 你就直接选 你是广电的 因为什么 现在没有太多 我一天要杀两三百疯 三四百疯啊 所以一下子一杠掉就不见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来这边上这个创影影的这个协程 有什么问题 没关系我们都可以讨论 我刚才讲的意思是说 虽然是横向的 虽然是来自不同单位的 但是毕竟配起来就是一个team嘛 那这个team里面 你们要找对一个主题 你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主题 那以这个东西 你们又可以发挥自己 又可以做不同的领域的一个思考 那有关于新闻的部分 我能够帮上忙 我就尽量帮上忙嘛 好不好 或者你这样讲话还是很抽象嘛 对 那我是说 你分到了组 你们自己好好去 总是要坐下来大家自己谈一谈嘛 你不是说 你来这边上课上课就走了 然后大家永远都联系不了主题嘛 难道我要办交友吗 对啊 就是说 你说来这边上课上课就走了 那永远都没有时间讨论主题嘛 我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既然有这个心来这边上课 你们就花一点时间 看选哪一天 大家能够分到组的人 大家talk一下嘛 交一个好朋友也不错啊 像我们现在要交一个好朋友也不多啊 对啊 所以就说 利用年轻的时候 利用有在外头的机会 能够交一些外面的朋友也是蛮好的 但是重点是大家要坐下来谈一下嘛 不然下课就走了 又没得完啊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啦 有这种感觉吗 对不对 一猜就知道了 那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上课了 还要等多少人 这样子啊 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数位电视的新闻摄影 事实上 为什么加上一个数位电视 那不直接谈新闻摄影 所以也为了这个前面这四个字 所以今天在讲义里面前面的部分就是稍微 就是说 提到目前的所谓的新闻媒体 以及这个目前的环境 环境的一个建构 那我们如何在这种建构的底下 环境的建构底下 来做所谓的新闻摄影 那短短的在十年里面 十年 整个一个传播数位化了 那传播数位化 我想很基本的 第一个就是文字 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联合报UDA 那什么东西 所有的文字变作 电子化 开始演变了整个的 包括到影像 所以第一个就是平面 的这个数位上的 数位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一个契机之后 造具了电脑 造具了各个 各个各个的作业系统 包括传输 包括储存 包括收行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来自于文字的数位化之后 开始演变了 这十几年来的 所有的数位化 那我想第一项 光学 这个不用讲 数位相机 光学电影 也这个电影的过程 也开始变作所谓的数位化 它才有办法 不用跑片 不用送片 你看看 臺湾要早期要出一货柜的香蕉 到日本 就是要一个货柜 实体的 结果 结果那时候 我一个经验 就是一货 一整船 一整个货轮的香蕉 卖到日本 刚好换回来 我们中市买一台一寸的录影机 就是21公斤 一台手 手携带式的 那台手携带式的 一寸的录影机是 台币236万 那我们一整条轮船的香蕉 包括龙人在那边种植 一堆 才换回来一台 机械的 也不是黄金 就用一段时间就要淘汰的机器 OK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去想一想 就是说 Microsoft 卖我们那么多的Windows Office 它难道从北美在 实体的一后柜一后柜的 把光链被印过来吗 它就档案穿过来 这边一个server 做完之后就开始大量copy 有没有海关 通关 有没有 有没有缴什么 其他的什么税 没有啊 什么FOV报价 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 没有啊 你直接是买一盒子 一盒子的光铁片 OK 所以 他也没有 也没赚到轮船的 的印费 也没赚到保险费 也没经过什么 什么建设间 港工建设间 什么一堆海关的库存 都没有啊 那 他一盒就卖你三千多块 我们要卖什么东西有三千多块 要好几万才有三千块的利润 所以一个Microsoft 那电影也是一样啊 电影以前还在跑片 一支一支抢手的 这当上市的片 然后好几家手轮电影 全台湾 全国 全世界 他要copy多少支 才有办法去分送 而且还要交通运送 那 你变成电视党之后 中小型电影院就直接放映了 甚至 以前电影要靠 靠 靠传统技术去做一些Effect 或是去做一些像星际大战 或是像这个侏罗记公园这一类东西 你说没有数位电影 你怎么去拍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都是 一种数位化的过程 才有办法把电脑拿来当绘图 拿来当 运动的计算 拿来当储存 拿来当 各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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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工具 第三个 就是印刷了 书报 刊物 那这些东西都变作一个光碟版了 网路版了 甚至有一些让人家下载 PDF的 的一些档案 那这些东西 都是改变了现在的 出版的 通道 跟 跟买卖的方式 那 接下来是广播 那广播 大家也知道吗 很多 电台 也从 类比的部分 那也在 测试 就是所谓的 ADV Auto的 Digital Broadcaster 就是 Oreal的 Digital Broadcaster 那 电视 也是一样 电视 除了 基本上讲到数位电视 那事实上 数位电视 涵盖到 网路 涵盖到 Cable 涵盖到 手持的设备 都算数位电视 那这个东西 大家看一看 这个 基本常识 大家只是了解一下 那 传媒 也要靠这些东西 马上变成一个电子的 电子化的产品 传媒的工具 那这些工具 你身为现代人 这些东西都要会用 不会用的话 就像 切了 切了一样工具一样 那 尤其是 你做媒体的 你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Camcorder Handy camera Handy camera 那Handy camera 过程里面 就随时要放在身上 以前 报社的记者 是 摄影记者 是一定要 照相机 放在身上 因为他永远要拿一个 拿一个 拿一个奖 PREASE的 摄影奖 所以随时要最好的 机会 啪 咔嚓 就要拍 那身为现代人的时候 你在生活中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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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器 找一些 好玩的东西 所以现在 网路上有很多 WMV的档案 有没有 就随时看到人家的好看的 或是有气的 然后就分送给 分送给 给朋友 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增加 生活上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知识 那甚至有一些东西是一个 所谓的Documentary 就是说所有的纪录片 也许很多是来自于滴滴的 的这样的收集 你到最后 纪录片 你才有办法呈现一个完整的东西 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平时呢 有计划的在拍摄 走到哪里 就拍摄到哪里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找到相关性的题材 包括展览 包括收藏 包括政府机关的 包括个人的 这个讯气的那些 那些社团 找到一个主题 你也可以一直搜集 有关于这方面的 的资料 像有人搜集宠物 搜集纪念品一样 你也可以影像 你也可以这样子来搜集 那有一天呢 你的资料呢 就单独成一个 有topic的一个网站 有topic的一个server 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长久建构的 我们讲到说 未来社会有很多东西 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包括空气 我们提过空气 水 汽油 这些影响人类的这些东西 事实上有很多东西 现在就开始 开始做记录 哪里有什么 有什么剩余的资产 可以用到多久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思考 如果是要去改变 现有的资源 那这些都是很好的研究的题材 所以除了工作以外 能够找到有兴趣的东西 我觉得 Oreo Video 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那当然也包括报章杂志 因为 现在的Oreo Video 已经不是单纯的Oreo了 已经叫做超媒体 你可以Oreo可以连接到 别的地方 Video可以连接到不同的地方 也可以连接到图片 连接到其他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在拍纪录片 出去拍的过程里面 数位相机 不停的一直咔嚓咔嚓咔嚓 一张一张一张 为什么 你看到影片之后 这对这影片的哪一个东西 你认为有兴趣 你点选进去之后 旁边就是 一堆不同角度 不同种类的照片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媒体呈现 已经不是跟过去的 一层影音 而是在这层影音后面 它有很多的Layer 可以让你去应用 可以让你去表述 甚至有一些不小心连接进去 还要收费的 还要去看到有信息 还要去买东西的 那这东西都可以增加 增加你的Content的可看度 所以我提到这几个媒体的攻击 我想你们看一看 那这里面MP3MP4 那这个是目前很当红的 那再来就是3G的手机 那3G的部分呢 目前也是很当红的产业 那每一年制造的一个 在台湾呢 制造的一个产额呢 也相当高 那身为台湾人 离开台湾 说不会用最高档的手机 不会用最高档的个人电脑的话呢 老实讲是有愧于台湾 因为这是全世界很大量的台湾 一出去的话 不管到哪里 总是可以秀一下自己的台湾的产品 像MP3MP4也是一样嘛 那Memory啊 多用途的 那将来这Memory又可以录音机 又可以拍照 又可以干嘛 将来个人的周围一定会有一台 这种类似于这个Recorder的东西 那接下来就是 因为科技的变化 那改变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那传输的方式 当然就改变了 市场也改变了 那Content也经由平台 那可以分送到不同的 不同的接收端 所以当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拿来这边提 就是说你是Content的一个Producer 就是你是一个Camer-Man 你是一个媒体的工作室的人 那你今天是制造了很多Content 这些Content如果有效的去利用到 不同的通道跟不同的User 那这个能够增加你这方面的一个产值嘛 那第二项是传媒的制程 制程也是一样 因为电子化 网络化之后 在制程的部分也做了改变 那像你原先人工的部分 是要怎么做 那你因为电子化之后 多媒体化之后 那传媒的制程也做改变 比如说我们讲说 我跟Yulian做好合作关系 那Yulian的资料库 跟我这边资料库一连结 它根本人连送过来都不用送过来 我直接做一则新闻之后 就连结到它的资料库 而且它还筛选了资料库的哪些东西 是跟我来Mapping Mapping到我这则新闻 所以包括制程的过程里面 就是说找对Potter 找对合作伙伴 找对通道的思考 很多东西在制程上面 就改变了很多人工要处理的事情 而且还比你人工有智慧 而且还不会罢工 还不会闹情绪 那这些东西就是全部靠所谓的 的这个这个连结也好 或是资料筛选也好 那第三个就是 媒体人的工作方式跟工具也改变了 那底下我写了新闻跟信息 信息一方面可以讲说是Information 一方面也可以讲说Later的Collection 就是资料的收集 所以新闻跟信息的采集 Acquisition Acquisition 结起采集 跟处理process 跟存 存起 一个是存的技术 如何储存进去 是一种技术 如何起出来最快的 或是起到我要的 你们经常在Google 或是在其他的搜寻 一搜一下几万笔 那你在做媒体的过程里面 你如果起到 你刚好要的东西 最快速的时间拿到 所以这也是一个技术 存是一个技术 起也是一个技术 播 是一个技术 叫做Playout 播怎么播出去 用什么方式播 播是一种技术 送 刚才播是Blockcaster 是Playout 送是Distribution 分配 我要送哪里 送哪里 比如说 我这报纸出来之后 我要送哪里 送哪里 车辆 运输车就不一样 媒体 电子媒体也是一样 我送出来是无线的 或是有线的 或是网路的 或是手机的 你要送到什么样的 Destination 哪一个方向 OK 全部建构在一个共网 在一个网路的平台 的作业平台 共网的一个平台 来作业 那这些东西都是因为 媒体科技的变化 所以产生了工作流程变化 工作流程变化 有些人就有value 有些人就没有value 那没有value 就是选择离开这工作 或是选择退休 那有这个value的人 因为他懂得 这方面的技巧 懂得这方面的一个 一个工作思维 有人就活得更愉快 对 所以这就是说 因为环境的变化 每一个人也要 随着环境做 适当的调整跟修正 那你的工作 才有办法延容 你的工作 你才有办法融入 一个teamwork 或是一个公司的 一个作业流程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 季节一些新的事物 新的事物 宁可先去接受它 先去了解它 用不用 那再说 对新的事物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多去try 多去了解 接下来就是 网络技术 除了刚才提到的 那些新科技以外 那目前流行的 这是当红的 传播的疾变 载疾变也好 或者什么疾变 那这过程里面 stream media stream 串流 有人把它 翻译成串流 串在一起 那个串 串流 所谓串流就是 持续的 一直供应 不断的串流 所以叫做流媒体 stream media 第二个是 点对点 我们从 broadcast 广播 到 multicast 全播 到 unicast 一对一播 那这个 这个不仅是 一对一来播 peer to peer 就是我 连线路都是 可以考虑 专线的 还是只考虑 两个点 中间的线路 不管的 那这个就是 另外的 点对点 要讨论的事情 那 第三个就是 即时的互动 那即时互动 利用在 网路上里面 那随时的 两个人在线上 随时的 不管距离多远 那这个 费用呢 已经比 十年前 你看这个费用 省到几乎 ZERO ICQA Skype Blog 那这些东西 你说 连接触 都可以这么快速的话 那人的脑筋 能不能那么快速的 做转变 周围都已经那么快了 就是只有脑筋 比较慢 OK 那第四个是 搜寻引擎 Search 或是On demand 我要什么东西 马上有人 给我什么东西 第五个就是 刚才提到过的 刚才提到过的是 公司的内部网路作业 这个部分是 已经夸出去 因为有网路 户外的 外面的 网路的一个技术 所以已经夸 夸到外面 所以叫做VPN Virtual 就是虚拟的 个人的网路 事实上它是 公众网路 Public的网路 就变作一个 虚拟的个人网路 把公家的道路 当作自己的道路 所以这里面有它 保护的 Security的方法 虽然 我们资料在公路在送 可是没有人可以看到 我们的资料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自己建置 自己的专线来得便宜 OK 所以这是VPN的一个方式 但是VPN的方式呢 有时候要注意到 某些地方 有没有瓶颈 有没有瓶颈 电视资讯化的趋势 刚才提到是网路 网路的一个技术的 一个改变的 我们很多的作业心态 另外 电视自己本身 也资讯化 我们过去看的 录影机叫做 Video Out Oreo Out 是类比的信号的输出 现在几乎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方 都已经变作打成IP化了 就是说 资料包 Internet的package IP化 就变作很多资料 很多影像都被打成资料包 资料包再透过公众的网路呢 到处分送 到达目的地之后 再把它collection起来 再把它收集起来 所以 就是符合IP IP的概念 第二项就是资源 所有的资源 一定要弄到一个 专业化的一个 一个管理跟服务 那我们过去再讲说 电视台的综合台 可以给所有人 不用转频道 就可以一个频道 从早看到晚 那叫综合台 就是说 你所需要的 我们都可以给你 当然那是对一个 Must 是大众传播的概念 Must communication 就是对于大多数人 所需要的东西 我都可以用一个 一个channel 来满足你 叫综合台 那随着时代的变化 那每一个人的需求 也不一样了 每一个人的休闲 也不一样了 所以 所有的资源 你看 以中式来讲 就没办法转播棒球了 为什么 没时段播棒球 那你今天停了八点档去播棒球 明天八点档观众回不来了 所以他已经 已经专业到 变作是剩下 未来年代 几个有心意去 增足体力台的 的一个转播 所以他已经很明显的变作 要一种专业化的 去服务 棒球 篮球 这个项目 所以 在前年 日本的职棒 到台湾来比赛 那他 台湾的 台湾的 棒球的转播 转播相当 水平相当高 那这些过程都是 已经 专业化的过程里面 在做 电视转播 所以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一个 一个 时代的 趋势 那第三个就是 内容本身呢 你要 符合 个性化 符合 某些群体 那他们的 requirement 第四项就是 要便捷 那便捷的 一个前提 就是要 宽不带 就是 Broadband 再来就是 speed 高速 就是机器本身的 CPU speed 或是clock 就是speed 要快 第三个便捷 就是最好不要 一条线 我无线 到哪里都可以接收 叫便捷 或者你就要找 某一个点 接收完之后 再送到别的地方 所以 无线的部分 也是一个便捷的部分 OK 第五项是 所谓的 free 那 移动接收呢 就是 无线 跟有线的一个 最大的差别 当然 我三次也报告过 光无线的过程里面 目前 也是 理论 相当多 所谓的 用无线来接收的 这些方式 也相当多 日本在 在昨天 开播了 所谓的 这个 one segment one segment segment就是 我们说一个段落 one segment的 数位电视的开播 到手机 one segment 那什么叫one segment 就是我们信号在打 打IP化 打节流的时候 把它分段 分段在播放 那假如说我分13段在播 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把某一个已经压缩好的小的画面 在13个segment里面 用其中一个one segment来丢 你知道大电视需要的资料是不是比较多 所以13个segment里面用12个segment来播大电视 只用一个segment的资料来播手机的小萤幕 OK 所以你们回去可以上网看看吗 one segment OK 这两天了 这就是随时要注意 别的国家的 次位电视的发展 one segment的一个 一个移动接收 再来就是 所谓的平板 我们讲说 从CRT的时候就要直角 CRT不是有延弧吗 早期就是球面吗 第一个先做球面 第二个是什么 弧度的 第三个是直角的 平面的 那这个是随着 电子枪的改良 因为一开始是 从电子枪打出来 等距离 是不是最平均 所以等距离叫做圆球 这边也弧的 上下也弧的 对不对 接着下来 你正面看是垂直的 可是旁边看是弧的 有没有 那是什么 Sony的 Sony的那个RGB 所以它Sony的RGB RGB是这样直立的直立的直立的 Sony的CRT 早期Sony的CRT 国际牌的五级三进 就不一样 是整个弧的 球的 好没有 那后来又变作所谓的 四方形 每个地方都是平的 而且是直角的 OK 因为技术要进步了 电子枪打出来 可以打到每个地方都很平均 虽然它是前面平板 电影枪打出来的技力不一样 那 从这个 又衍生到目前的液晶的平板 OK 又衍生到 所谓的大型的 那这些东西 就所谓的平板的感受 让我们 不会觉得 觉得人是变形的 眼球的时候 你去看看 对一个眼球是OK 对一个直立的而言 那个脚是变短了 OK 因为它凹进去嘛 假如它是线性的话 人站在那边是那个 是有问题的 那你是大肚子的话 肚子会比较大OK 因为肚子刚好在画面的中间 所以这些东西就会过程 有不一样的思考 那 点险的部分呢 就变作互动化 那互动化就 就可以做什么 后台就可以来算计你 OK 所以 互动是蛮OK的 可是 我是商人 我就可以因为你的互动 我就可以了解你的习性 我就可以统计你的资料 OK 那后台的计算统计呢 就是一门 学问了 那连结呢 就是网页资讯了 你现在影音看不够 你可以连结它的 网页 那很多资料就在上面呈现 来跟你做解释 那我讲这些东西 对摄影来讲 有什么好处 过去的 Tim是一个文字 一个摄影 那有很多时候呢 包括未来 摄影机都变小了 摄影机长得像手机一样 你文字记者会不会拍 还是会拍吧 那所以现在 以未来来讲的话 摄影记者跟文字记者 你告诉我有什么差别 已经没什么差别了 早期是因为摄影机 没那么人性化 所以要有比较 对它比较有了解来操作 现在新闻在乎的是内容 摄影机越傻瓜越好 对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 已经不再分什么 文字记者摄影记者 那你文字也要处理影像 摄影记者本身 也要处理文字 那这个部分就是 你要相关性的题材 你在现场 你如何把一些东西 丢到后台 去制作观众所要的内容 所以除了影音以外 相关性的资料呢 都是 都是很好的 一个新闻素材 数位媒体的特性 我们过去都是线性的 录影机剪接也是一段 一段一段这样剪的 做事的过程里面 也是这一边做完之后 下一个阶段做什么 非线性的过程里面是 它不一定要按照刺系来 它可以按照每一个 每一个矮利尔 分段处理 之后再把它凑起来 那所以你在新闻采访过程里面 你要抓住topic topic抓住之后 可以分段去处理 分段处理完之后 再把它结合起来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 省很多时间 用非线性的思考 那因为新闻 过期来讲的话 我到这边来讲 一直在等哪一个资料 这资料从骗库没找出来 什么东西都 我后面停摆了 因为录影机 一直在卡接 要assembly 那非线性的过程里面就说 我前后 我任意先剪都没关系 这一段就等待会来之后 再把它insert进来 就是它就在硬碟里面 所以它已经没有 那些线性的限制 所以它已经改变了线性 直接现在到非线性的 一个作业平台 第二个就是说 如何即时性 越快越好 因为电子商务的时代 你第一则是最贵的 第二则直接已经降到 三分之一以下价格 第三则出来的话 已经接近要送的了 因为永远只有第一名赚到 第二名能不能打平成本 都不知道 电子商务的时代 就是只有第一名赚到钱 那再来就是整合性的部分 就是说 你一面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 要做整合 所以我们讲 新闻有平衡报道 新闻有不同国度的视野 新闻有生活上的 高低阶层的 的一个视野 比如说 我们在讲说政党政治也好 你讲这为什么诚意太高 你是不是下阶层所想的 就是说 它有很多的面向 所以你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做到整合性 大家的思考是什么 因为同样一件事件 那如何到最后 有一个整合性的东西 把不同的视野 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做一个平衡 第四个是开放性 第五个是标准化 第六个是国际性 我想你们按照字面上来了解 比较重要的是右边 右边的个人化的部分 很多东西 你怎么知道个人化需要 一定要有数据 像A信念生的收视力调查 你一定从数字来分析 你才知道说 哪些东西是确实 个人化 这个个人化并不是指 个人化是指 分情的个人化 哪些个人化需要什么 哪些个人化需要什么 再来就是数位的索引化 一个是关键字 一个是关键影音 关键字就是我们目前在讲的 Keyword 那未来在文章上来讲 很重要 你一篇文章里面 很重要就是 你要去建 哪些Keyword 你要按照软体去搜寻 整篇文章的话 那效率太低了 那如何建立一些Keyword 第二项是 关键的影音 那关键影音也是一种 Keyframe 对影像来讲 叫做Keyframe 大家知道 Virage Virage的软体 是针对影像有重大变化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截起一个参考影像 所以当你在 灌资料的时候 每变动一个很大的 一个影像画面的时候 它马上会留一个 留一个 关键影像 那关键影像 有个名称叫做什么 叫做Stamp 邮票 它长得像邮票 就是一张定格的 OK Stamp 再来就是一个什么 拇指贴 Thumbnail 有没有 我们讲说拇指贴 就是一张像拇指贴 有没有 那这些东西 就是将来你在 资料库搜寻的时候 先用关键字去搜寻 关键字搜寻完之后 啪 跑出来一些东西之后 再用关键的 画面 去做搜寻 那就很容易去找到 我们所谓要的影音 因为现在大家都搜寻了这文章 没有去搜寻将来的影音 那将来的影音 一定要靠这些 关键的东西 来做搜寻 搜寻有两种 由人来辨识 比如说很简单 有哪些总统 来台湾下飞机的时候跌倒 OK 那你可以打 总统打一对 出来一大 什么联合报道 中国司法的时候一大堆报纸 什么都写的东西 那我现在找一个影像呢 那很简单 你要把一些总统的picture 拿来当参考 他一笔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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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美国 美国总统总统多少任嘛 那这也是一个参考资料嘛 那就把它 有飞机年代的总统 又砍掉一半了 有飞机总统 又来台湾的 又砍掉一堆了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就有利于你搜寻影像 音呢 也是一样 一些名人的声音 将来都会见 他的辨识声音的档 影像也是一样啊 李登辉的下巴 台湾的总统里面 长下巴的 OK 两个关键字进来 一定是李登辉就跑出来了 所以李登辉跑出来一大堆的画面里面 你要李登辉总统的什么时候的画面 那这时候就要比对其他的部分 他搭直升机的时候 就有直升机的画面 来跟他 影像辨识 所以这些东西 虽然很多东西目前的技术 并不是那么完整 可是你现在在做资料库的时候 就要开始做储存这些东西了 否则 我们过去网路时代的时候 为了做某些事情 花了一笔资金 然后来做哪一档事情 到最后没有成功 就挂了嘛 那现在概念就是说 在目前的影音成本里面 可以cover的 能够做就多做一些 他就每天消化掉了 OK 就不会有压力嘛 那这部分就是说 有关于 关键影音的部分 就要开始做他们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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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存入 再来就是 资讯压收 那你要压收成什么样的格式 是有利于将来的 的网路平台的运作 我今天 目前讲的是 说 新闻摄影 对不对 未来新闻摄影是 你在外头摄影 摄影完之后 你的 整个流程 已经大事上知道了 你要公司 马上配合你找哪些资料 那你 你这些 低的解析度的东西 可以透过网路 iFi 也可以透过手机 3G 就可以把 你目前所拍的 影像的 低解析度的东西 送回你的公司 然后他把公司里面 找出来的东西剪 剪完之后 他可以反送回来 让你看说这样子 找的资料 对不对 那这些过程里面 都是 将来在MP4 的过程里面 都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 多媒体 多面的影像 多面所谓的多面是 Mati Mati Mati的 这个影像 比如说四合一的影像 或是三 直的 把影像 直的拆三个 或是把影像 不同的框 这些都是属于 很多面的 V流 所组合出来的 叫做多面的影音 那他可以 因为目前讲到哪里 变到哪里 其他当参考画面 然后跳到哪里 这边变化 那边参考画面 或是两个 同时在动的 在做互相比较 那这些都是 一种所谓的 多媒体的表现方式 超媒体的方式 就是 连结嘛 hyperlink的过程里面 就是 如何去连结到 不同的 的一个影音 混合 混合媒体 是 不仅包括了 多媒体 超媒体 还包括了 Mati format 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嘛 我同样 沈春娃 目前在播出 我可以把它搭 不同的banner 送这个是什么台 在搭不同的banner 目前在送哪一个镜面 搭不同的banner 他目前在送网路 那 同样一个主播 旁边可以搭 不同的任何东西 那有一些东西是 資料库里面的字幕出来的 有些资料是 外面的财经资料进来的 有些资料是 外面的气象资料进来的 有一些是 别台的画面 拉过来这边 来做镜面重新爆装 那这些东西 都已经把所有的媒体 之间的界线 都已经连结到 已经没有任何的 隔阂了 所以变成是一种 所谓的 混合媒体 你看现在的cable台 把镜面切割成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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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这样 你到底要看哪一块 所以国外的人 到我们这边来一看 看了只有神经错乱 为什么 因为现在在讲Leader 讲Leader的时候的影像 已经不一样的画面了 OK Leader引稿的时候 他后面的秤底的画面 是不一样的东西 等Leader讲完之后 开始进入play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者新闻了 现在抢画面已经抢到这个样子了 所以 所以 所以包括这边 跑马灯 这边跑马灯 这边跑马灯 所以 所以 你说认为这样好不好 都不好 那表示你们年纪大了 因为 因为年纪新的 就很喜欢这样子 年纪大了 就说 热浪是一回事 问题是说 你需不需要这么多自信 需不需要 年纪大了 因为他每天已经在家里面 已经不需要什么自信 然后 然后 老花 又带近视 所以看得很痛苦 然后 又tempo很快 讲话又很快 所以 一旦你觉得不需要的话 代表你年纪已经差不多了 你懂 我今天在广天进去上课 我无线台去 去考执照的时候 一定要问 你们电视台 不可以把那画面做成这样子 因为画面一定要很干干净 最好能够像NHK那种画面 对啊 那我们要考执照 评审都这样问 你们可不可以播得干净一点 不要画面被污染 那评审 我这边直接讲 评审年纪都蛮大的 但是重点是 NHK还是维持这样子 VVC也维持得还不错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可是 可是 商业台呢 你说CNN也好 其他 尤其台湾玩得很过火 玩得很过火 那这个部分 死做俑者就是我 OK 那没办法 有人把我发扬更光大 所以这些东西是见仁见智 假如说你是财经的 你是目前是社会版的 或是财经版的 当然你一下子 一下子看那么多国的财经资信 同时能够一次看出来 哪些在做变化 尤其玩期货 对不对 要新闻 世界各国的第一首新闻 期货就是夸州 在投资 那期货过程里面 就是哪一个地方 什么农作物什么样子 或是哪里 什么 化学回料 烧掉 或是什么东西 一堆的 就是说 财经的部分 当然一次要看越多越好 那 以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 就是说 当然希望说 画面干净一点 能够让脑筋比较清醒 那这对事情的判断 会比较 干净 那 假如说是 年轻人的话 他要的就是那么多的 Mati的资讯 那也无可后悔 所以这些东西 我老讲 我自己也没有结论 只是说 看用在哪里的方向 也许是一个思考方向 现在 希求 有关于报导希求 我们过去 我看到 过去一般 一般 读新闻系的 那 他们所要求的 新闻报导的 的一个准则 我发觉 在现在的社会 很难 很难生存 按照 那个协要所教的 大概收视率 大概排在后面 可是 如何在 目前的环境 这样子的一个 干扰的环境里面 还是要能够做出来 大家所需要的新闻 我想 我自己的字眼 来代表 它符合理想 也符合现代社会 新闻 新闻播放的一些希求 所以 第一个是 一定要 真的 real 新闻是什么 不可以掺水 影像一定要清晰 不要看过去 那个人 是哪一个人 又不是哪一个人 ok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是 地方记者 地方记者经常会做新闻 你懂的是吗 因为地方人物有很多 大家都不认识嘛 那他可以要求一个人 安排演戏 你知道 悉尼化演戏 然后拍摄新闻 就送到 送到台北来了 所以各台 经常在地方在做新闻 制造新闻 因为否则他们 地方都论则 论则 一则是多少钱 所以 这个月 好像少了好几则 所以 在地方去做一些 一些新闻 而且彼此各台互相配套 所以 影像要清晰 你就做不了假了 ok 再来就是 宏观 就是 你所有任何东西 有大的思考 有小的 我是没有想说 有所谓的 Marco 有一个Michael 一个围观 一个是宏观 围观可以检视很多缺点 宏观可以知道大原则 ok 那当然 基本上是 自己要公正 做新闻的人 自己要公正 再来就是及时 太晚的信息 没有人要 为什么 为什么 新闻台都要抢低 第一 就是 我第一眼能够看到的 也许 就是 就是 我比别人快 那即时的部分 就是想脱条 对 再来就是便利 我随处都可以看得到 随处都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信息 所以 你要recycle播出 还是要整点 播出 还是要新闻提要上边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 让每一个人 随时都可以知道 重要的 桌边发生 重要的事情 都可以随时注意到 再来就是 客制 帮客人 制作的东西 客制化的东西 再来就是 为了每一个个人的需求 再来就是 你所做的东西 有没有创意 新闻播报 并不见得要做到 完全公共整整的 很八股 而是 你有一点创意 不违背新闻的 的一个 方向 跟 内容 可是在影像上面 有一点点创意 也是 蛮好的一件事 再来就是 休闲 你说那个吵杂 哭叫的那些画面 用一下子之后 就声音就把它小了 不要从头到尾 那种 那种 不好的事情 声音啊 不喜欢听的声音啊 或是 很刺耳的声音呢 干扰的一般人的 生活的脚步 尤其是 周日 周末 那比较休闲的时间 应该 题材 题材的部分呢 除了重大新闻以外 一些题材的选择 跟影音的制作本身呢 应该要有一点点 跟一般日 不一样 因为 在休闲时间来讲的话 临近周围的声音都比较 比较近 所以 相对而言 像那些 比较刺耳 比较难听的一些 声音呢 就尽量的把它 比例降低 这些东西都是 一个新闻本身 很在乎 现代人的一个 生活 再来 电视新闻录制 录制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东西 它 它是影音的部分 它并不是像爆章 可以用read read的过程里面 随时看不懂 可以回来 所以 这里面 我虽然里面 没办法 写得那么清楚 有一些交代的事情 就特别要放大 有一些 人家看的东西 摄影机 要rooming一点 你拍了模模糊糊糊 之后 他等到后面的时候 他想到 你又提到什么东西 刚才还没提 没看到 那对于一件事情 爆章 杂志 他可以回过头去看 或是眼睛一瞄 整个版面都可以看得到 电视不是啊 所以 有关于一些证物 证人 或是 比较keyframe的画面 你尽量要close一点点 让他一次可以 很短的时间看完之后 他接着往底下阅读的时候 他不需要再回过头想 刚才那个地方没看到 没看到 对不对 像这些东西就是说 你当一个摄影记者 能够帮观众的眼睛 起到他所要的东西 而且他那个比例大小 是可以让他比较容易记忆 因为他是视跟听嘛 那一view就过去了 ok 所以 影音的一个format 你在拍摄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这些东西 你知道 让人家很清清楚楚 很轻松的看你新闻 人家以后就很想看你中视新闻 对不对 我不是打广告 只是说你要维持那个 那个就是说 那个思考 那人家看 我不会看其他台 看得又紧张 又看半天 又看不懂他在讲什么 那看这一台 轻轻松松 所有东西都知道你在讲什么 就是你的稿要写好 你的影像教大家清楚 你这里面的文字 不要太太太太 有的是很会写文章 没错 但是把它简单写得很复杂 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过程里面就是 如何简化一个新闻稿 如何让人家适度的去 因为它毕竟不是报纸 所以如何让人家很短的时间 就能够阅读了你这一则新闻的内容 跟含义 那这个东西都是 在拍摄的时候 你就要有在他们的思考 再来就是 播报的语言 因为不像媒体 文字的部分 一定要用很精准的文字系数 你用很精准的文字系数 包括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 外国人到我们 台湾来的比例也蛮多了 又养育了下一代 OK 那这个人口也蛮多了 那现在在看新闻 你要考虑一下 那他们要听懂的语言字 听懂什么 我们讲 越南的新娘 还有别的 现在 现在台湾社会 已经变到一些很多元了 你知道吗 这是过程里面 你用的太文言的 用的太专用的文字的话 你不利于电视传播 OK 第三个就是 声音相近的 同音的 这个他体会不出来 有时候会误判断 第四个 就是 也不需要去讲很 很以前的 这个 这个 成语啦 或者以前的一些比喻的故事 因为这个都已经 跟现代很直接 30秒里面就一则的新闻 就要做完 或者你一天 一小时 的一个 一个新闻 无从去 去描述 所以现在 新闻tempo已经很快了 那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 因为 大家看新闻的时间 就是很便捷 因为生活 工商社会 大家生活很急促 看新闻的时间 纵使在 坐在那边吃饭 看一下也还想知道内容嘛 所以有一些人物 他并不是从头到尾都知道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 新闻人物的身份 或是讲哪些东西 身份要打字幕 讲内容 讲内容要标 因为有利于在吵杂的环境里面 我们毕竟不是欧洲 我们毕竟不是纽奥 在纽奥的话 你可以一只蚂蚁在走路 你都可以听得到 那你在台湾社会里面 环境是吵杂的 那距离有时候是 收视距离是远的 不是在家里面的话 那很多东西就是 你要打字幕 或是上标题 那这是比较有利于 新闻的 及时的一个传达信息 那 第二 第二页 就是说 尽量是直序法 不要倒序法 就是 很平时的直扑 不要是 这边讲完之后 回过头 这样会错乱的 因为现在年轻人 老讲 打game或什么东西 注意力都很不集中了 包括所有的人 在工作上 注意力都很不集中了 看一段算一段 看一段算一段 你倒序 倒序回来 倒序回去的话 到时候全部是 把那些意念 会错断掉 那 再来就是 段落化 其实一则新闻 你不要 要做五分钟 做十分钟 现在人 已经很没耐心 看五分钟 要看 早期的新闻节目的话 都要晚一点播出 OK 那以在白天的工作时间里面 最好是能够段落化 段落式的作业 把它一则 大概不超过 最长不要超过三分钟 OK 那这样的话呢 不管在网路 在手机 你这边手做的东西 可以多用途 你不要为了 给网路 给手机 或是给网站 你要再重新减一次 你连 重新减的 成本 你都赚不回来的 你不要以为 送到网路 一天可以赚多少钱 你一则新闻 多花五百块 五十则新闻 我不相信 你在网站上面 可以收的回来 除了是 那是很 很重要的新闻 或是很独家 很独特的新闻 或者 多次 一个段落处理完之后 有利于网路 有利于手机 有利于其他通道 一次播出 所以段落化的clip 这个部分 再来就是 新闻信息 跟议题的来源 这个 你为什么去采访 你为什么去拍摄 是因为这个议题 来自于谁的 来自于什么的 你要交代 或者 好像你被骗得气的意思 因为 现在工商社会里面 这个信息的交换很快 你那边讲出一个议题 我这边回答一个问题 就第三者 又讲出一个概念 那你新闻处理 你要跑到第一家 再跑到第二家 再跑到第三家 你这新闻怎么做啊 然后加上地理的记理 它是空中放话 OK 那你 他讲怎样 我们讲政党就好了 立的讲什么 我蓝的回应什么 然后 急的又反应什么 那这个是 有他的先后刺激 可是你碰到采访 采访过程里面 你要怎么去 派三组吗 三组回来之后怎么描述 所以 所以 有些东西 为了避免复杂 回来之间也不一定一样 就是针对 谁讲什么东西 你在那边采访 他的是什么东西 就把它分段落处理了 那这样子的部分 就是议题来自谁的 他讲什么样子 那我来 他从立的那边讲 然后我蓝的讲什么 你可以针对说 啊 刚才立的讲什么 你蓝的讲什么东西 OK 那有一个连带性 就是说 立的已经先讲了 所以我来采访蓝的 假如是你没有做这个东西的处理 就直接好像各自放话 三个听起来 不知道谁是先后刺激 所以这个就是说 针对信息 交代信息 跟议题的来源 时间地点当然很重要 集点碰面的 决定可以决定他的先后刺激 跟反应的先后刺激 再来就是 人物的主角跟配角 主角是谁 配角是谁 那跑龙套的是谁 有些人跟人家跑龙套到最后 就是龙套 没办法 因为他的角色 只能跑龙套 那他们的关系 因为什么关系 所以会演变这场事件 这个event 那各自有什么立场 他们讲话 是有什么样的立场表现 OK 那 以第三者 如何 如何来 来录制 那当然牵涉到比例 牵涉到平衡的 的一个角度 你才有办法来做 比较客观的一个报导 那我刚才提到过 就是说 新闻稿 或是新闻的clip 我们希望 你在拍摄的时候 最少要30秒 或者回来 有时候有一些画面 要应用什么东西 实在短到 没办法应用 所以 最少 不管怎么弄 也要弄个30秒回来 最少 因为有时候 牵涉到 地点 牵涉到 牵涉到 人 牵涉到时间 有时候 有时候 要拍摄的对象 一下子过去之后 抓不到任何东西 那你不能说 一下子过去 包括他的过程 包括前后的东西 你也要多留一些画面 或者 针对文字稿 没有画面 可以来做填充 所以这个部分 不管说 新闻再怎么短 你最少要30秒的影像 可以让他 来铺一个前言后语 就是文字的 这个系数的内容 那 当一个 一个 一个媒体人 你在工作现场 你 包括你当摄影记者 那你如何 呃 在现场有什么一些 处理的要领 那第一个 你不能 一个人进去之后 花结每样东西都要啊 对 比如说我那时候 我一个人丢进六四 天安门 看到这边也要 那边也要 那边也要 那就不对了嘛 到最后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就是说 你在一个现场里面 你如何去判断 去 骑舍 一样东西是你要的 第二个就是说 某些东西你知道 你前面已经送过了 已经拍过了 你现在更新的部分 是哪一个部分 我不需要从头再做到尾 量力而行 对 那 我纵使已经没法 从头再做到尾 可是我知道 我前面拍了什么东西 我现在只要更新 哪些画面 更新哪一些人物 更新哪一些地点 也许我一则新闻 又增加它的丰富性了 OK 再来就是 一面在 拍摄作业的过程里面 你开始要去铺 后面的线索 对啊 因为新闻 它有延续性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你现在在拍目前的访问的人 从访问的过程里面 已经知道说 已经谈到哪些人物了 你要去赶快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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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集 他目前采访到的人物 已经所谈起的 其他另外一个时间 另外一个人物 另外一个地点 那已经要开始准备 做下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探索 都会非常非常有趣 不用估论 什么事 我跟您在拍摄 那边的收集 做下一个 目的预定 我现在就看在一边 这些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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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